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到最后他的尸体到哪了呢 已经没 他的身体都没有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在今天呢 人们又去祭奠他 结果又去遭到了大概有说六七十 有说上百个便衣警察武警的阻拦 那有些这个维权律师呢 都没凑到跟前就被打了 这也是我们看到 而林昭他最大的意义在于呢 他向毛泽东说不 向毛泽东说不里面 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当他意识到 毛泽东是恶魔的时候 他义无反顾的 应该说他代表的那种精神 让今天很多人称赞 而他代表的精神呢 正是中共本身不能接受的 我们昨天那期节目在评论当中 我觉得跟大家分析的蛮到位的 他揭示的一个是一个体制本身的邪恶 让我比较感触的就是 林昭自己本身呢 原来是那么革命 对吧 为了革命 断绝与自己父母的往来 而自己的母亲呢 在白区的时候 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里面任职的时候呢 却暗自支持中共本身的刊物 电台 还捐够钱 结果就自己的女儿本身呢 却是这么来对待自己 大家想想这个中间的这个环节 这个味道 非常的惨痛 非常的残酷 但是后来 林昭意识到之后 义无反顾的反对中共本身 被抓了 被抓的罪名呢 就是现在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反过来说 如果按照艾未未说的理念来讲 今天不反共是人吗 是正常 我觉得就是是正常的人吗 共产党是魔鬼 这是我们看到的 而林昭一个女子 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到现在都值得人们称赞 到现在都被现在 中共政法委系统警察 也其实是当圈 当官的人所惧怕 就能表现出 他当时的精神的那种 那种力量 而那样精神的力量 也对称到今天 中共体制本身的 崩溃之前的 延长这么时间 这么长时间 崩溃之前的一种表现 庞大武器的人 绝对权力的人 惧怕一个死了45年的 这么一个人的精神 应该是这个概念 对吧 一个政权 怕一个真正的 一个强大的政府 怕被推翻吗 他不怕 BBC有篇文章 我觉得蛮特别 蛮到位的 所以在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 直接是针对 林昭本身的精神 对今天 所有中国人的触动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林昭的精神 表达了 被凌辱中国人的追求 被凌辱的是中国人 那谁凌辱中国人呢 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握有权力的 而被凌辱的中国人当中 很多是什么 是曾经的中国共产党人 是曾经的为中国共产党 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包括献出自己人性的一面 断绝与自己母亲之间的往来 林昭 曾经就是这样 文章上来介绍说 29号是林昭的忌日 那有一百多网民 自发的前往林昭 在苏州的墓地 祭拜 结果 前去祭拜的一个网友 叫做孙德胜 他介绍说 林昭目前戒备森严 大约有一百多名特警 警察 便衣 还有林园的工作人员 六七十人在把守 做荒 就说非常荒唐 非常让人觉得 就是到底为什么呢 一个活着的强大的政权 怕一个死人 而这个墓地里面 连那个身体都没有了 那个身体被这个政权给秘密的摧毁掉 没有那个身体 只有他的衣冠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一个四十五年前的 这样的衣冠恐怕早已经也都烂掉了 结果要四十五年之后 要派一百多名强悍的男人男子 去保护 去拒绝 去阻拦那些祭奠着死去的人 人的精神的力量有多强大 一个人尊重自己尊严 尊重自己人性之后 作为魔鬼而言 他是非常惧怕 广州的律师刘世辉等人 释出祭奠林昭时 遭到了殴打 随后被带到苏州的一家派出所 关了两个多小时 文章紧接着介绍 林昭去世多年了 但民众多年来一直在自发纪念着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的周刊前主编李大同 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 民众纪念林昭 是因为林昭的精神 集中的表达了受凌辱 受欺辱的中国人的追求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是这样 而且关键就是 林昭作为一个弱女子 她不屈服的精神 她不愿意苟且偷生的 对待自己的生命 今天晚上有条消息 最新的消息 BBC灯 说这个外国奶粉 要进入中国 现在要有外国许可证 说中国驻外领馆 或者是外国领馆 外国人驻中国领馆的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证件 外国奶粉要有这样的奶粉 才能进入中国 大家不吃中国奶粉 从08年三鹿奶粉出来之后 中共从上至下都是山寨 当官的本身是山寨 为什么呢 当官的在表面上 在文件上讲的都是人语以道德 对吧 尊重女人 讲的都是这个 他背地里干的事 正好是反的 不就是山寨吗 对吧 不就是山寨吗 不就是欺骗吗 在这个背景之下 孩子要吃奶粉 奶粉给弄成那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品牌 三鹿奶粉 这是中央电视台 2008年9月1号 9月2号播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品牌 中国制造的第一品牌 是害他自己的中国人的孩子 中国人 太多的中国人男人 不具备林昭的精神 然后就忍让了 然后就苟且了 就偷目瞧着活着 然后就想办法了 就跑外头去买奶粉了 对吧 猫有猫到 数有数到 那这个硬干不来呢 那只能靠这个办法 那这么多人上外头买奶粉 外国人不干了 他承受不起啊 没那么大 市场突然太大了 就受不了了 然后包括香港就 在内的就不许国内这么带奶粉了 据说现在香港那个超市奶粉 有点有点过量 囤积了 囤积了 好像也是这两天的消息 那大家想想 对国内的奶粉的打击力度 其实非常大 大家伙都不吃了 那得多大打击啊 我宁肯给小孩 喂这个玉米棒 棒面粥 我也不吃你那奶粉 因为棒面粥 起码我看见 我知道 我吃奶粉 我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对吧 一千一百道质量检测程序 这是中央电视台 在报道三路奶粉时的 当时的那个专题节目的开口话 真的不是人类 真的 有朋友说 涛哥你不能骂人 他不是人 我没骂人 他不是人 我骂 也没骂畜生 也没骂牲口 我骂魔鬼 真的 那你明明是你这个政体的问题 是这个国家的问题 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是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是你这些握有权力的人的问题 你们为了获取利益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 才干这种缺德的事 那底下的人 干活的人 做奶粉的人 适应你党的号召 让上部分人发起来 他自己为了赚钱 为了迎合这个体制 为了在这个体制生存下 出来的这个东西 有什么错的 是你整体的价值观造成的吗 然后你今天出了个规矩 外国奶粉想进中国 不行 对吧 出了个规矩 就逼得老百姓 必须吃中国制造 所以这是 有朋友说 说这共产党也太缺德了 其实我觉得也对 为什么 共产党在逼着你 让你认识到 他有多邪恶 共产党逼着你 让你认识到 你必须退出共产党 共产党逼着 让你认识到 什么叫魔鬼 逼死你 陶哥没招 陶哥就跟大家说 离开中共吧 退党退团退队吧 你别信他 魔鬼啊 他坏到奶奶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十年推崇的 一句话是什么 发展就是硬道理 以利益为先导 对不 所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卡掉外国奶粉 以利益为先导 保护民族企业 发展就是硬道理 喂给谁了呢 喂给属猪的中国人 猪没能力反抗 对不 所以你可能朋友还骂 石头你又骂人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他逼死你 让你认识到他是魔鬼 就这弯绕不过来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天天吃那天惊麻花 肠子老那么拧着 老那么拧着 容易肠羹阻 肠堵塞 小孩得了肠公主 会要命的 当然得了肠公主 就可能是发黄肥就好了 文章紧接着介绍说 李达桐讲的 林昭就是一个被当局 特意掩盖的历史人物 林昭本人坚决反对 中共的专政体制 毫不妥协 代表中国历史上 智识人人的骨气和思想 这是没错 这实际是这一百多警察 在林昭墓阻止其他人祭典的一个真实的原因 当然这一百多个警察就那么回事了 他就为了个钱了 为了个钱出卖自己人的一面了 就这么点事了 有人说是那工作 你干什么不好 你干那缺了巴本德的事 文章紧接着讲说 04年在冰点曾经发表过文章 寻找林昭 这就是李达桐做的事情 整版纪念了林昭 随后形成了一个传统 每到林昭纪念日时 网友就会自发的贴出了该篇报道 这是当时李达桐在冰点做总编时的作为 李达桐接着讲说 他认为林昭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因为他代表了最早觉醒的中国的一代年轻人 林昭是中国57年反右时 最具有清醒头脑的这样一代人里面的代表 那现在什么年代 2013年 与此同时李达桐认为 由于林昭追求自由 人权和平等的精神 越来越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 证明他的精神深入人心 中国需要这样的林昭这样的人 需要越来越多像林昭这样的人 这也是纪念林昭的意义所在 我个人觉得一个死去了 被杀掉45年的这么一个人 在今天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具有这样的影响力 对等的说 这就是天灭中共走到绝头的 真相大白之前的一种征兆 精神的觉醒 而中共当局之所以惧怕林昭的写书和资料 在李大同看来 阻止民众去纪念 就是因为林昭对中共独裁政权本身认识的深刻性 指出了中共政权的封建专制和毫无人性的特点 而林昭本人就是一个最有说明力的例子 中共当局枪毙他之后还向他的家人索要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而中共当局实际上从来没有为林昭正式平反过 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精神病为由 把林昭平反为无罪 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 81年中共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 撤销了80年的裁决宣布林昭无罪 在我的眼睛里为什么呢 林昭的家庭不是当官的 对吧 林昭家里的人不是当官 这里我不想说胡耀邦有多好多不好 不是那个意思 在胡耀邦五年里被平反的人 在他手中被平反的人上百万 而这上百万当中原来的家族是当官中国共产党高官的人 就是相当一部分就是后来的 现在的利益集团的拥有者 这就是我说很多太子党具有报复的心理 在报复着社会 他们为什么具有报复的心理和报复的社会呢 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像林昭这样的老百姓 普通的中国人 具有林昭精神的人太少了 更多的是在他们眼睛里是租民租债里生活的人 所以他们会用认为过去的时间是失去的时间 他不去赠武毛泽东 他甚至认为毛泽东的做法某些东西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这租民充满的国度里社会里面 没有反抗精神 没有不能为自己的人性去承担责任 去勇于面对的人 就该这么对待 就应该这样被对待 所以在他们被平反后 今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取达到了今天的场面 对不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个体制的邪恶 这个体制邪恶与他的正反两面 都是表现出他的魔鬼之性 这不正是应该唾弃的和拒绝的 其实今天拥有钱财的人 包括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权力的人 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扼杀着自己人性里面 他只不过被自己的欲望和权力所控制 所诱惑着 所附体着 他停不了 激流勇退那是爷们 中国人有几个爷们 有谁激流勇退 对吧 如果他要能激流勇退的话 有些人 红十字会能被郭美美这么抓住小便子 当初跟郭美美有什么事情的那些当官的人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送上来的天鹅肉 我不咋摸你 谁咋摸你 他认为郭美美是那样 那不成想郭美美 挺厉害 这不就是今天的 什么这 哪都瞎摆 不就这是真正的人与人 个人与个人 之间在对等的过程当中的人性与魔性 与魔鬼的一面的对冲的表现 对吧 谁整谁 这就是一个整个整人的社会 因为他扼杀人性 所以李大同紧接着讲说 由于政府的刻意掩盖 很多人对林昭之死并不了解 包括他们这些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在内 也是在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之后 才搞清楚林昭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林昭在狱中写成的写书是对中共当权者最有利的控诉 当局当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情 这一份写书对今天的中共立有权利的人 维护中共体制的人同样具有同等的这种申诉和力度 最有利的控诉 因为扼杀人性获取利益 而被扼杀的人性 包括今天在中共体制内最有权力 最有势力的每一个具体的人 把他变得不是人了 但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就那么笨 全中国都是你的 所有女人都是你的 所有钱财都是你的 你又怎么样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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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